西方的主流文化 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 而且帶一向在西方的歷史文化當中 都是被認為非常深深跟重要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其實東西方都是 但是文化的表現方式不一樣 這樣子的一個情緒表達 就是西方心理學 所要討論的核心的問題 所以心理學大概 現在心理學大概是1870年左右 叫做心理學之父建立了以後 他研究的對象一直主要都是一種標準 但是會牽涉到其他的動物 其實會很殘兆 但是有一些人當然純粹是對動物有興趣 但是比較異類 所以心理學研究的主題 是在情緒下目的是什麼 要解釋情緒 為什麼剛剛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要去解釋那個行為 所以人所以行為的心理主 是心理學 所以現在心理學 已經到了非常重要的領域 我們不得不承認西方在心理學的進步 是不可以被輸死的 它牽涉到很多人的內部 因此幾乎所有的人 現在的人都應該對心理學有所合適 你們可以看看心理學 基礎心理學裡面包含三塊 應該是實驗心理學 生理心理學 談的是什麼 因為西方自從科學把他 講究的是證據 所以他要實驗 然後說 什麼東西確實是存在 這樣子 是有連線 邏輯上的關係 那麼 生理心理學 講的是跟心無關的 我們那個身體會 會跟這個反應有直接關係的 生體 所以叫做生理 這個身體的反應 你的腦下垂體 你的腎上腺素 這已經被拿來有很多的解釋 我們的心理衝動 所以生理 其實研究的是我們的身體 對我們的心理反應的 觀念性 那麼發展心理學 到最後出來了 就變成一個非常不確的 為什麼 西方的科學研究的對象 最主體的是 社會的承認 現在當然因為 慢慢科學的發展 經過了一兩百年的時間 我們對小孩子做研究 各種東西做研究 但是不要忘了 他在過去發展兩百年的發展過程當中 的主體研究對象 都是社會的成年人 因此這個成年人 為什麼這個傢伙會殺人 那個傢伙會這麼安倒 好像到處都做善事 叫做發展心理學 他的心理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有的人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是人格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 各位你們看到這樣的內容 就知道了 喔 那這就是討論人的行為嘛 對不對 那你想在這個社會 自由自在的行動 人的行為如果你可以預測 就知道 他不是多喊啊 所以心理學已經變成 現代人必備的知識 但是我們到現在大學的 必修前去教育裡面 心理學仍然不是被重心 它有多重要 各位別看 運用心理學 那西方的社會 已經走到什麼 行為校正治療 教學相關領域 經濟發展需要的心理學 那行為校正裡面 哎呦 那看沒有啦 剛剛沒有觀點 教學有一點關係 我的兒子 還有我自己去上學 我怎麼樣可以學習好一點 教育心理學 你怎麼樣的 學東西 包含在西方的教育裡面 你唸一個東西怎麼樣 把他記憶備送下來的過程 心理反應過程 現在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現在還在教小孩子 摩背摩背 完全不重視這個過程 他其實記東西是有一套過程的 但是很遺憾的 我看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小學中學到大學 幾乎是不好 沒有老師討論這個問題 你怎麼樣幫助學生去記憶 現在知識這麼多 所以那個過程沒有人討論 所以我們的知識真的是用來考試 一點用處都沒有 這其實跟你的日常生活的行情相關 有的人告訴你說你怎麼去記憶 你如果是做生意的人 每個人都知道 你看過一個人第二次在見面 馬上就可以叫出他的名字 說出他的產品 那個人就說 這樣才對話我正中 他會教你說怎麼樣在一個會場裡面 很短的時間記住50個人的名字 跟他的特徵是什麼 這不就是商場的需要嗎 我們社會有這種事 更不要講我們的領導統一群 非常遺憾的我看到我們 社會在進行的 所有的政治活動 我們的領導統一 幾乎 以我個人的觀點之類 因為走的都是破壞 而不是整個統一 所以我們的潛途最後要寄放在各位 不是寄放在那些政治人物 那些政治人物 我非常懷疑他們 對這個不是非常的無知 就是非常的懂 但是如果他們真的很懂 他們真的是邪惡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講過 現在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物 互相依賴的社會 對不對 我們上次講得很清楚 我如果在路上倒下來 打電話的 大概不會是我的家人 是一個陌生人 救護車來了 帶我去醫院的是誰 也是我不認識的人 到了醫院 我如果在台南倒下來 是我到醫院 醫生大概我一個都不認識 急診室裡面救我的是醫生 這個社會是靠陌生人 我有一個朋友問我另外一個問題 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今天如果路上隨便一個人 拿一杯飲料給你吃 你會接受嗎 你不會 可是你為什麼手機隨便贏了一本 你就說這個商品我要買錢 呼了嗎 這樣我就會這樣約 那也是陌生人啊 你信在什麼 所以他後面有一個因在後面 但是我們的社會從來是不去考慮 我們多數的人不考慮 這個社會已經是靠陌生人互相支撐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要分裂這個社會 讓人跟人性的人 這很明顯的就是在製造自己的命 剛剛這篇話 所以西方的心理學現在已經走到了 我們現在設的社會不可或缺的應用支持 這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是在1870年左右開始建立 在那個時間陸陸續續的 有很多的說法 其實都不確定 所以 心理學我們剛剛講的是個內涵 在西方的用語叫做emotion 我們的社會把它翻成叫做情緒 我們自己有我們的遺會 但是我們現在連我們自己的遺會都不用 我們現在就是西洋人至少 所以emotion emotion這個字不是西方原有 他是在1570年左右 有一群人為了描述感情 然後有一群知識分子 他用了話語跟拉丁語的結合 構成了這個字 emotion 所以這個字大概是1570年左右 會創造出來 所以要講的 在當時都還不是很精確的講 我們剛剛講的那四個形象 其實他要講的是人的表象 人跟人之間互動式的表象 所以 你會看到他重視的是 stir up 是人的情緒會變 會激發起來的一個狀態 按照現在的手法 其實講的emotion 更不如講touch 一種激強的狀態 所以當時是為了要講這個東西 那這是1570年 各位在看 從1870年以後 心理學的研究 你們就可以看 從1870年以後 對心理的描述 是越來越驚喜的 這一點西方的科學工作者 或者我的配偶他們 是非常非常容易認真的 你可以看到 他把 這個就是表面上 你看到一個人的狀態 譬如說 狂喜或狂怒 或者是悲情 或者是恐懼 他說 你這個表 表象上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慢慢形成的 你可以看到警惕的 且 浮上來的時候是情況 有一種期望 但是期望失望了 就變成警惕 然後期望的前期 是一種 唉我很希望怎麼樣 再更前期 是一個模糊的狀態 你還對這件事情 還沒有開始思考 於是感覺到 然後你還沒開始想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Plotcheck提出來的情緒三位模型 他說人的情緒的發端 其實是從一個模糊的狀態 然後慢慢的 這個圖形就表示說 從一個點慢慢的擴大 然後慢慢越來越強化 越來越強化 最後表現出來 所以在心理上 他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當中 的過程 你如果知道這個過程 心理學家有說 OK 你如果對自己能夠反省去體察 其實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很憤怒 其實他是有原因的 重點在這個地方 你所有的情緒表現 它都有一個根源 你要不要去追究那個根源 這是一個面向 另外一個面向是 這個情緒出來了以後 它的發展 這個balance 是一個非快樂快樂的一個情況 叫valanche 就是情緒的價格 我們給他一個評價 快樂或不快樂 它可以產生了之後 開始慢慢去想 越想越強烈 所以happy alented 然後慢慢慢慢高的 兒樂的高的 activated 就是說那個情緒 到最後會 促進一個人採取行動 這是另外一個維路 也就是說 一個人的情緒感受 在心理上經過 複合的作用 他最後可能會採取行動 或者是dl 在另外一個方向 他慢慢慢慢有笑 這個也不算 沒關係 親在一起 所以如果一個人 反觀自己的內心 去想自己的行為 你會發現 剛剛他講的那邊 很面向 一個是情緒的大約 一個是這個情緒 未來怎麼發展 根據這樣子的一個理解 你們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科學家 可以提出情緒產生的五人數 就是一個情緒產生的以後 它其實是五個東西 在裡面交入作用 所以情緒是一個主觀感受 為什麼我們剛剛已經講 有些東西是來自於什麼 你從小就被灌輸的一些觀念 所以他從小就被灌輸以後 有一個價值觀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 當法國人看到男年輕 男男孩子 女孩子在接吻那個法國人 好啊夢啊夢 非常快樂 非常快樂 給他們祝福 可是我們早一輩的父母 其實是在那邊 那你可以拿到燈去處理嗎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主觀感受 這是無形的 你早就建立在心裡面的一種 判斷價值 但是也是一種客觀的生命懷疑 男的女的一看 我們最常講的還是一種愛來講 就是這種 哇 天雷溝動地火 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有這種軍人 你看了以後就 有的人在詩人就寫 突然之間他的生命有了兩波 這就是客觀的 當然他不完全是生命 他當然還有 後面有 你可能不知道的無法講 所以他是具有目的性的這種事 那這五個元素怎麼樣去互動呢 非常重要 這個過程 我們如果是解釋他 花很多時間 可是我告訴你 對多數的人來講 他在90秒之內 對於敏感的人 可能在一秒鐘不到 就已經做完了 心理學家 加上生理學家 神經學家 總共的研究告訴我們 這個過程是非常的快速 對於某些事件他是很慢 但是絕大多數 對每一個人來講 每一天生活的每些事情 他都是非常短暫的 那個五個元素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認識屏幕 第一天你碰到一些事情 看到那個 剛好我們看到 男女在電梯上面接吻 第一個反應你看 一個華國人就非常的開心 一個老中國人就非常的暴夢 對世界的屏幕 所以你看到跟你有關的一件事 你就開始有一個感情的色彩出來了 那是瞬間的 然後再來就是身體的反應 這個身體的反應 這個身體的反應講的是 對內思體作用 因為有一些東西是積慮 你一份目以後 腎上些體就出來了 那瞬間是很快的 其實這個身體反應講的是生命 OK 那除了身體還有一些其他的 我們今天不是要把它分析的 非常的驚喜 只是告訴你們 大概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得到是生命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再來就是感受 你感覺 你開始感覺到自己 情緒起來了 那個feeling 你看了以後feeling 就出來了 接著就是你對這個feeling的一種表達 這個表達也是非常複雜 根據這個當事人本身所用的文化背景 有的人他的表達就是淺淺一笑 有的人就啪拍桌子 對不對 有的人又指著別人鼻子罵 所以這個表達的方式 既有什麼 人類共通的神經 也有各自主流的神經 共通的部分就是 這個環境 社會環境 告訴我們通到這種事情 你要怎麼樣熟悉 如果你曾經接受這種訓練 這就是一個共通的部分 但是每一個人 可能因為他的文化 他的地位 他的種種社會的位置不同 他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接著 就採取信用 所以這個過程我剛剛已經講了 通常心理學家高評 生理學家高評 90秒 但是實際上更遠 這90秒 卻有時候管控門的被射 按照 也許多朋友 也許多朋友 我們為了 有個奇蹟的 感情 我們不太想像 做到 但我們在很正常 我們常常說 我們常常說 我們的感情 就有個好好的 我們 as if your emotions are some evil twin that works inside of you and takes over you and all of a sudden you see yourself acting out in ways that are a bit of a mystery to you but what if our emotions could represent the best in us as kindergartners we learned there was a color and red plus blue equals purple well today as adults you can actually feel that disappointment plus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equals regret it's almost like there's an emotion you know just like there's a color wheel fact is our emotions actually have a scientific logic behind them physically they last about 90 seconds and yet most of us take that 90 seconds and bathe in it for 90 minutes or 90 hours or 90 months or 90 years a couple years ago I was going through a really tough time and I realized I had my own internal equation that I wasn't conscious of and it was despair equals suffering makes sense right well then I realized there's no ingredient the other ingredient is meaning despair equals suffering minus meaning and once I realized that suffering was the constant and meaning was the vertical I could put the attention on the meaning and grow that and reduce the despair and next thing I knew I felt better so in the worst of times where everything is unpredictable in the world isn't it empowering and reassuring to know that you have some internal logic when it comes to your emotions whether it's increasing the happiness or decreasing the despair or managing your anxiety understanding the emotional equations creates an emotional fluency that helps you to have a better life 所以如果各位看到這段影片在回想自己的生活當中過去的許多經驗是這樣子 有時候我們常常做事情遇到一些你暴露回去人的小弟的 我真的不應該這樣 有時候覺得是善意做的半點 唉 嗯 對啊啦 不是這樣啦 所以你如果看到這一段你就想 我們喜歡看過去書的 有一些常常自傳或什麼 那些年人常常會告訴你 當你生氣的時候 不要做評論 對不對 他告訴你說 你在很憤怒的時候 給事情一分鐘的時間 停下來不思考不做評論 他告訴我們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理道 情緒是可以失控的 而這個失控 有時候會毀掉一個人情關係 或毀掉你的一個機會 對 就像影片上面講過 有的人讓他90秒鐘 控制了你的90秒鐘 更糟糕的是 有人讓你控制了你的不好厚一生的幸福 所以一開始我們有一張照片 有一張圖就是 管控情緒 是生命成功的原因 非常重要的因素 對不對 所以 情緒 我們對情緒的理解 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所有的面前 現在 一個都好 所以 情緒的管理 是各位應該知道 你即使到了這個年齡 你說我要退去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 情緒 它是引起 人家我們還不提到 它不只是管控你過去 也不是管控你現在 它會管控你背後 所以到了這個年齡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怎麼樣把過去的物名情緒 消掉 你一生當中 曾經累積過的種種不愉快 怎麼消掉 這是屬於情緒管理的 情緒管理 情緒管理 有四項因素 是要求你去思考 第一個就是 你的情緒 是其他一個字 你理解了以後 你就知道 你碰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突然暴露 或者是 有一種感覺 它其他一個字 要不 就是你過去的 文化教育標準 給你那些 概念 要不 就是你完全說不出的 我剛剛講的 天雷溝通地 所以它可以有不同的理想 但是你總要給自己一點時間 心去分析 我這個情緒是很白的 對不對 這個情緒 它來 它 產生了以後 它有目的了 你非常的高興跟快樂 或者是你很憤怒 為什麼會產生 因為你有一個目的 你當時會產生的時候 你就說你憤怒 有可能是為了制止某些事情 它有可能會來 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當事者 一個是被反應的當事者 這裡面呢 我可以跟各位舉一個 生活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例子 也跟各位有一個關係 跟你的下一輩 甚至跟這些有些人 跟故事 跟你的學生 我舉一個例子 各位上次聽我講 我是菩薩保佑 到那間學校去教授 在那個之前 我如果是按照我當時之前的生活經驗 我相信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但是因為經過了祈禱以後 有那個經驗 有了那個教授以後 我的心裡是有餘力的 我去的是一間 非常後段的學校 各位你們可以想像 一個班 大概就是三專五專五學校 一個班 你如果是一個老師 我進去你第一堂 我就進去 開始講 全班因為是親老子 打工壞關 但是就有一個同學 起來 開始全班遊走 跟他說 你不要遊走 坐下去 不到三分鐘 又起來 我再跟他說 他就坐到另外一個同學 旁邊擠下去 各位你會怎麼樣 如果你是老師你會怎麼樣 不知道 我知道很多老師的做法 都比我還好 對不對 我認為 我個人平衡 因為事情 不可能走別的路 我如果不是經過前面祈求 走到那個教育 我相信我跟別的老師 做法子 沒有兩樣 因為我們當時不是專職的教育 不是因為需要去教學 可是我有了那個以後 我心裡就太想 那是蠻明顯的 我可以來了 這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當時我就不做主意 因為我不知道學生的背景 我認為我如果貌然的處理 事情可能會更長 就那一節就在那邊跟他混 一下子叫他坐下來不要動 就這樣過去 然後我一回下課 我立刻就去調查那個班所有的資料 所有的資料我看過了以後 知道一下 因為那個學區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幾乎學生的家長 不是做工的 就是開計程服務 開計程服務的比例非常好 下一堂課再去 我心裡有 一開始上課學生又起來又走 我必須創造一個環境 去決定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樣 不要讓大家覺得 我是突然有怎麼辦 他就走 做起來 不要妨害別的同學 我們先從其他人的需求去告訴你 他就做起來 然後又開始走 我覺得時期差不多 所以跟他講 你等一下站 我問你 你不問你 我說 這位同學 你剛剛這樣子 我已經跟你講 不要妨害別人 你如果對這堂課老師講的 你不滿意 那你就安安靜靜在那邊 下課跟我講 你為什麼不滿意 那學生不回應 不回應 然後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請你告訴你 你對於事情的評價是什麼 各位你可以想到 學生會大事 那學生馬上毫不猶豫開口 我就是垃圾 我就是社會敗類 我就是到處固人醫院 我是沒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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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學生的遊走 他在表達有情緒 不過我們都可以看到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回來 我完全可以想像的到 他周邊經歷過的 父母、朋友、親朋、老師 就是跟他灌取那樣子的一個觀念 你就是那個時候 情緒是期待一個時候 我呢 我的情緒也有點好 但是 我有我的目的心 所以我很壓力 後面 等一下要告訴你 那問題要來解決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的情緒 每一個人的情緒 其實是有一個 而且這個情緒 發作的時候 它是一個目的 你必須自己搞清楚 你到底要什麼 所以叫做下意識 你有什麼 你自己都搞得清楚 然後你的情緒 是模式可學的 因為你會發現 有一個人對你 某些狀態 他的反應很遠 就是一樣 所以他的pattern是可以取的 你必須搞清楚 那個pattern是什麼 然後最重要的是 是 你要知道 你那個表現的方式 它是pattern 它是有代價的 每次的一個情緒的後裏 後面就是代表一種什麼 breakage 一種傷害 損害 一種人跟人之間的疏離 甚至於更嚴重的是 對自己的摧殘 但是我們的社會到現在 我剛剛一直在講 而我希望各位會注意 我們對心理學的支持是沒有實 所以學會管控你的情緒 對各位來講 對個人的經驗是被我們證明 那麼我們這一則講完 就是暫時休息 對心理健康的人來講 現在的心理醫學專家 或者是這個社會心理學的理解 告訴我們說一般人 如果他心理健康 他的特徵是什麼 大概10例 我講的是一般狀態 我講的是一般狀態 因為心理學看救的是 一般狀態 第一個就是 你能夠正確的覺識 適當的表示感覺 就是你碰到一件事情了以後 你去表達你自己的情緒 感覺 不會太過 也不會太過 這表示你對你自己 有一種價值的判斷 背頭是有一種價值的判斷 你要跟他平 第二個是 自覺是一個 自我 你恐怖責任 所以你跟人跟人相同 你會覺得你有你的責任 對方有對方的責任 是中間什麼樣的一點 第三個是能夠處理壓力 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你能夠覺知你的情緒 你知道要怎麼樣去管你的情緒 其實你就開始能夠處理壓力 因為像我去那學生在那邊走 那是不是一個壓力 這非常明顯 那個學生就在那邊走來走去 我如果都不管 那都是全班都起來走 對不對 所以你要能夠處理 第四個是能夠覺察成長 當你有覺知了以後 你就可以改進反應防止 這叫做成長 你就可以開始改善 你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第五個 因為你知道怎樣處理 婚姻、家庭跟人際關係 就慢慢的會穩定性的效果 你照顧別人的情緒 別人的照顧 事情更圓滿的進行 就不會有聰明 第六個是 你的身體健康 然後你也沒有一些問題 你就會多維持身體保持身體健康 你控制自己的情緒 你才能夠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健康運動 像現在跟嚴老師練 你就每一天 你就能夠抓住課程表 然後來練你的身體 就會越來越好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能夠具體而為 或有意義的生活運動 你有了那個 認知跟體會 你就會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我的生活要看 它是隨著 帶來的 因為當你跟別人有衝突之間的時候 你有一個必須考慮 不要跟它衝突 這是我的目的所在 我生命的意義就是要問它衝突嗎 或者是我問到一個目標 我就是要往裡面去往 所以你會有一個目標 它直跟在哪裡 你願意去反思你的生活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到了這個年齡 年紀這麼大 我的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生命的意義 第八個 你開始能夠反思了以後 你就要把你走那樣去看出來 因為等你暴怒的 回想以後 唉 它會這樣 我過程也會這樣 如果你能夠看到 過去自己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可能就願意給對方一個機會 說好吧 這事情 它現在沒辦法成立 以後它就會反而出 你能夠寬恕別人 其實有一句話非常重要 寬恕別人的根本 最終是寬恕自己 因為你對自己的行為有了了解 所以當你在寬恕別人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寬恕自己 你的心整個就settle 你會找到一個辦法 你可以自己找出一個出路 你能替自己找一個出路 你能替自己找一個出路 你搬完就可以寬恕別人 找到一個心靈的出路 所以第九個就是一般社會狀態 我剛剛講的是一般人 對不對 良好的信生和一性教育 因為你知道 男女世間 我們剛剛講的愛 就是全世界最激情的動力 那你知道怎麼樣 就被人消失 被人一性消失 對不對 第十就是你有了心靈的寄惑 我們剛剛在講 前面第二講 我們在講 信仰是重要的因果 我們暫時去信仰 現在休息幾分鐘 休息幾分鐘 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這個直播不停下來 因為等一下 這個影片要連續上去 所以這十分鐘 這個論集還是開著的 所以如果你們要講什麼私密的話 大家可以小聲一點 謝謝 現在在做直播 現在的 我沒有關 讓這個直播的影片可以繼續下去 謝謝各位幫忙協助一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那忧郁症的人 一般来讲 生理比较不健康 忧郁症其实是不可能的 一般是刚开始的情绪 但是有一些情绪特别的问题 这个是体质的问题 可是有这样的能力的问题 但是情绪特别不好也会有问题 那体质上的不好 其实我们现在也会继续这个意识 因为有些隐藏力 生来的问题 所以这个生理会认识 迅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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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现在被忧郁症的看似的问题 其实有三个想法 一个是心理是吧 他是理常情的 心理是吧 第二个是他的身理 第三个 他是不是生下来就有生理的觉患 一个是刚刚这两个 一个是因为生活的问题 后面这个是天生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极端的意识 把人生下来的报复 就是报复能力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有些东西不难受 其实没有办法 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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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些人禁止 事业不足 那你会发现这个心理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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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十多 因为我那些设计 因为我们以前通过设定 一个设定 对 你什么 那我经认 我经常有 十四个 像安妮這些人說 那大概是三個 如果再帶回她 如果再帶回她 男男是 新的 就是 就能夠讓我們用 那麼新的 這個電 現在穿得好 因為這一個是寶物 看這一個是寶物 所以對她來的 我還沒有明白 是因為你說 沒有教理 她永遠沒有想到說 我們要受害的是 不注重知識 所以新的儀式一直開不起來 因為你在外國的話 你確定是 喪治的正確 沒有人認為你生 是因為你現在 你的情緒看起來溫柔 你自己知道出入了一種 疑神的心的 有一個機會 讓你把情緒發泄 讓你順暢 你的情緒 找到你自己的最快 你說OK啊 換句話說你一定是任何 所以在西方看心理醫師 就好像不能找 欠負的想像 可以看 可不是一個 我認為嚴重的是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 對這個地上 對這個地上 一聽就找心理問社 第一件事情就找 學生 一定還可以 壓開 所以 對 但是 這個社會 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我 我覺得這個社會 對很多時候 現在是 你沒有做得到經濟 你不懂的 你已經 但是奧全是現在需要做得到 那很多人 有所謂 不是要做得到 該 有所謂的認識 那這樣子 是 非常理想 所以 有人有那一種 憂鬱正經 這是我看其實最好的 就是 對我們 這個地上 然後 台雅也許會 這個地上 其實 那已經很嚴重了 當然是另外一個智 那醜未有這樣的慶感 就應該讓他 開手 做這樣整理 自己的情形 特別是 兩個群腦 我有自務 又可以要整理 那朋友跟朋友 直接問一下 溫情 因為大家都累積了 那時候覺得 他有性感 我們受我的聽聞 他説 你這不知 中教信仰 對 對啦 就上次都相信 對啊 但我一定是教的 我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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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安排 什麼 殺 包 殺 包 那你如果很全場的相處的一個 宗教信 主任 你把它當個主任 或者導師 當老師 也會經驗到 對 所以你絕對 如果有心靈是否一定 你絕對可以找到一個 當主 至少 對 世俗這位長官 都不可能 還可以 所以我一再地強調 對 正確 對 對 對 那 宗教信仰是什麼呢 這個 要解掉 然後自己放下 對啊 但是 宗教信仰不相互 不相互相 其實還是 另外 那是元首 什麼就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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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拉到10分钟啦 好,那我们再继续啦 好,那我们再继续啦 好,那我们再继续 好,那我们再继续 好,时间到了 好,那我们再继续 好,再继续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